第32题 一束白光入射镜入三菱镜后 其中红色光与蓝色光的行镜入镜因为何 已知在三菱镜中 红光传播速度比蓝光快 那我们根据折射定律 那我们的白光如果是这样子入射镜来 那么我们这边是我们的发现 那么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玻璃的光速比较慢 所以折射角要变得比较小 所以它会往上面翘一点点 但是因为红光的传播速度比蓝光快 所以红光的折射角要比较大 那么我们的蓝光的折射角要比较小 也就是说红光会在比较下面一点点 那等到我们射出去的时候 我们确实的角度我们很难知道 但是根据我们的折射定律 我们这里也是我们的发现 那么我们的折射角要变得比较大 所以它就要往上翘一点 所以我们就知道 当我们前面入射的时候会往上翘一点点 但红光在下面 那么出去的时候也会往上翘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看到图示里面只有选项A 符合我们的叙述 所以第32题问我们说 其中红色光与蓝色光的行径路径因为何 我们答案选择是A